2014年 青铜峡市大坝镇围桥村村民 在唐政杂翻修施工中 意外发现了一件古怪的铁制器物 铁器大小 形同砖块 中部微微凹陷 两端隆起成弧形 即使已经锈迹斑驳 但依然可以看出形状 正当村民们深感疑惑时 这一发现引起了宁夏水利博览馆的高度关注 在馆长陆超看来 这个铁块即将解开一个令他困惑许久的疑问 就在这一条结束 就在这一条结束 那个宁夏水利博览馆的内容 就是这三个人 一条结束 今天就会让我解离 就是这里 一个人的状态 但是这一条结束 就会让我解离 我可以分析 这一条结束 就是这个人的状态 因为我感到的状态 就会让我感到的状态 就是这个人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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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中木制闸眼的位置 已经改造为更加牢固的石闸 乾隆42年 为了使唐正闸更加坚固 足以承受泥沙的冲刷 一项在当时全球领先的建筑技术被应用于唐正闸的改造 而这正是神秘铁块所要昭示的信息 腰铁又名锁铁是一种传统的水工技术 它主要是用于气柱 桥墩 两块气石之间的固定作用 这块腰铁是在清乾隆42年发现的 也就是公元1777年 当时王亭站大修唐来渠时 在修筑底唐时就用用了这种技术 清代工匠在加固唐正闸时 便将料石相接触凿成楔形缺口 胶筑生铁枝 使食料互相连接并锁紧 焊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增加了桥墩的稳固性 事实证明 这次尝试极大的提升了桥墩对水流的抵抗力 和眨眼的使用寿命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钢筋混凝土才取代了腰体 而这项传统的水工技术足以载入中国水利的史册 2017年10月11日 在陆超和所有青铜峡人的期盼中 宁夏引黄谷灌区被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 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今天 青铜峡不仅是一座中国古渠系博物馆 更是中国两千年水利智慧的荣耀殿堂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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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